观众朋友们,下面我们继续转播第二届全国专业相声大连星海杯电视邀请赛决赛 接下来表演的第五队选手是全总文工团的崔金泉范振郁 他们参赛的作品叫《孝星传奇》 作者是赵福玉 著名相声演员范振郁这次不参加比赛 他是为了扶植青年演员甘当配角 来到美丽的滨海城市心里感到特别的激动 是啊 因为我们在北京就听说了 说什么 在咱们全国来讲啊 就属咱们大连市的人民欣赏水平最高 而且最热情 是不是 是 我之所以能参加这样隆重的演出 首先应该感谢我们的范老师 你感谢我什么 因为范老师这次是不图报酬 不计名次 放弃了许多高价聘请的演出来扶植我 您说我能不感谢您吗 你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咱们师生二人在接触当中啊 我感觉跟你们这些艺术家在一起比斗猴养猫 这一区就掉蛤蟆可强多了 您这怎么说话这是 有这么比方的吗 我那意思是玩物丧志可跟你们在一起呢能使我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 所以抽时间我想研究研究您 行了 摆动摆动 我修理修 琢磨琢 是什么 不是 我那意思是想给您加加工 我是自行车是皮鞋啊 谁说您是皮鞋自行车了 那加工干什么 您误会了 我呀 我是说把您的素材进行加工 为了报答您 写一部关于您的传奇小说 那你为什么要写我呀 因为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是活跃在舞台上的小星 知名度高 影响大 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 我敢向您下保证 只要此书一写成 肯定您会更走红 您的英明垂宇宙 价值超过大宝生发灵 我看还是实事求是 也不要把我价子太高了 放心 价钱不会太高 价高也不好卖 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一点 起码我得卖个咖喱油价钱吧 咖喱油干什么 是什么 价高价低的 你又误会了 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 怎么样 范老师 这么报答您行吗 范老师 您可千万别犹豫了 只要您能跟我合作 对您可大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书写成了 畅销了 拿到大笔的稿费 我就发了 哦 你就发了 有我什么事 你发了 有我什么事 那到时候咱四六分成怎么样 这我懂 四六分成 着笔的稿费下来吧 十块钱 我六块 您四块 不 对对对 我六块 您四块 走走走 我六块 您要写我呢 就是啊 怎么就应该 你不是报答我吗 你报答您才给您四 我跟他们都二八 跟多二八 就得我拿四块 当然了 那那你这部书写完了 能拿多少钱呢 拿多少钱 没数 没数啊 哎 只要书写的奇妙 就一定畅销 咱让他一锦书店 一潜而光 接着一板再板 如果卖他个四五百万册 咱拿个十万八万 没问题 能拿这么多钱 当然了 那那是要分到我名下 我能拿多少钱 搞不说了吗 四六分程 咱就按最低的算 五万块钱稿费 给您两万 怎么样 两万 先少 不不不先少 不先少 哎 书买的多 我得的稿费多 您分的还多呢 水涨船高 不够我有句话 得说的前面 您说 是不是稿费下了之后 你你真给我 您要不放心 我先取两万 您先拿着 不不不不不用 再一句话 您要是真给我的话 甭写别人 就写我吧 同意了 那范老师 咱丑话可得说头里 我写可是写 咱可不能跟照相似的 这个自然主义 您是怎么回事 我就怎么写 那可不成 那你打算怎么写 得夸张 得神奇 得扣人心悬 得让人拿起 这本书就放不下 不看完就吃不好饭 睡不着觉 我怎么才能写的这样 我得把您写死 行啊 我 这这这不行 我活好好 你把我写死干嘛 不这么玄虚 咱这书就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咱们上哪赚这钱家 那也不是非得写死 因为有的观众 刚刚看完您的演出 知道您活着呢 可这书上说您死了 观众一是惊奇 二是纳闷 社会上议论纷纷的 哎 昨天我还看 范真玉演出了 怎么这书上说他死了 你昨天看他演出 他就不许夜里得爆便 嘎本死了 这哪位这么恨我呀是 就算像你说那样 夜里得爆便死了 那这么后一本书 是今儿早晨写出来的 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哎 到底他活着死了呢 咱买本看看吧 就冲这好奇心 咱能多买的十万二十万本 他把他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当然了八十年代 没脑子赚不着钱啊 完了 那 您去写我吗 写您了 写吧 那咱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 范老师您打算怎么死啊 我打算 我 您打算怎么死啊 跟您商量商量 我我根本也不想死 不想死咱能赚到钱吗 必须得死 对啊 要打算赚钱就都抱着牺牲的态度啊 对对对 您说怎么死 那我死我死得得直是 呃我不说 众如泰山吧 我怎么起码死得也得光彩一点 哦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 有人信吗 那书有人买吗 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我倒不一定那样 反正您不得好死 我招你惹你了 我惹你了吗 不是不是惹我 咱们两个人不是为了钱吗 对为了钱就得牺牲啊 是不是 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87年去年死的 深秋季节 季节够凉快的 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 收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您说了一个大段又反了一个小段 观众还是不依不饶 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泻不通了 都准备勾呼 别让反正欲跑了 我是特我是小偷啊 不是不是不是 大家是想见见您本人 希望能得到您的潜名 作为永久的留念 永久的留念 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了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 给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欠了名 潜名之后 大家纷纷离去 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哦 突然在前面鬼味之处 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我赶紧绕开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我踩刹车 车闸失灵收不住了 哎 非出事不行了 就听咔咔一声 您正撞在那石头上 当时您像射箭一样 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了 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 前面有口下水井 没盖井盖 您大头朝下谱 正好钻里边去 瞧他给我找到这个地方 再瞧您那辆车 鼓了也喂了 大梁也断了 炸皮也飞了 灵子杆也跑了 那小链子 你瞧等会儿吧 你说了半天 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你以为呢 我以为干嘛 听你刚才介绍的那个意思 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 蓝鸟 蓝鸟呢 叫这辆神鸟自行车 还是三十八个钱委托商店买的呢 我也太惨了 惨的还在后边呢 当时围上了一帮看热的 过去两位 坐着您脚脖子 把您就给递了上来 再一瞧您 哎呦 俩脑袋了 不 人有俩脑袋的吗 不是您这脑袋呀 正磕在地沟的大管子上 起这么大一包 跟小脑袋一样 哼 蹭了满身的臭泥 一口一口 倒着气儿 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呢 我说什么了 相声 相声 相声讲究说学陡畅 四门功课 四门功课 要以说为主 对对对 嘴里得有功误 当然了 我练 练吧 我练 练什么 我 我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儿 这是我们向来的基本功绕口令 我不吃葡萄 我吐葡萄皮儿 不 我不吃葡萄 我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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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啊 我吐葡萄 这句话没说完 根儿露眼圈了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您一代孝心就这样默默地死去 林中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 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嘴铺的皮儿 你笑我留点东西 第二天早晨 我先等会儿吧 怎么了 我问你一下 您说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金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对了呢 这刚开头 啊 你都把我写死了 刚开头啊 不这书是道序 说到了第二天 我说到第二天了 我说到第二天了 我听了我变了 你不能帮我写死了 你敢说我到家 你这我怎么见人了 你太糊涂了 这是传奇小说 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 传奇传奇 还不是传越奇 您怕什么 传奇我受得了吗 这个 这这意思您不打算合作了 不是 行行别说 算了啊 咱催了 我找李文华去 谁怕钱要手啊 对不对 再见再见 方老师啊 回来回来回来 你怎么走了 你怎么走啊 我不走干嘛 你又不干 我不走干嘛 我说不干了 我说不干了 我那意思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哎 这就对了 方老师 您说相声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现在我们要赚两三百块钱了 两三百个钱 一年两三千块钱 差不多 这您伸不动 等不摇 我说一切成 几万块钱就到您手了 这您哪找这事儿的 再者说了 您站着说想扁了 葡萄瓶 葡萄瓶 多的存几万啊 这这点您别过意啊 是不是啊 因为这几年我省时间用 银行里面 我也存两万了 存多少 两万块 真的啊 这我就放心了 什么 我我存两万你放心干什么 你银行存的两万 这回您再拿着几万 您那梦寐以求的蓝鸟车 可就到手了 哎 是这么个诈 怎么样范老师 干不干 好 你你写吧 我写啊 你写还是写 咱俩再谈谈 谈什么呀 你你写啊 这回咱把那个四六打破了行不行 怎么打破呀 咱改成四五五五怎么样 什么叫四五五五啊 就是搞费下了十块钱吧 你五块五 你给我四块五 不是 刚可说好了四六 怎么这么会儿 您变了范老师 是我变 我有道理 你有什么道理 我有什么道理 你你你你这玩意 你都把我写死了 我没法见人 你你这玩意 你是我是坐上那个蓝鸟车了 你叫我子女他埋怨我 我没话说 这我坐上蓝鸟的 起码 我一定跟他们对付一辆凤凰 这这都不像话 做像话吗 做像话吗 这怎么不像话呀 你这这怎么那么 我看你 你谁谁谁谁谁 谁计较 我看你小孩也够计较 那不就差零点五嘛 那你干嘛 行行不行 行你接写不行 咱们吹 行行 我我同意了 是我我我我 我同意 那接写 我接写了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 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 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 哎 哦 那么影响够大的 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 语重心长的对小朋友们说 说什么 孩子们 孩子们 你们都看见了吧 范爷爷就是你们的榜样 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我是反那叫财啊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导大会 哦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 我先搬出来搬出来搬出来 在哪开的 废品仓库 李唐 李唐正在修理 你瞧我死这十号 您的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 正面墙上贴着两条醒目的腕帘 怎么写的 这不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 这不是安息吧 为者罚款 哎 把他接了好不好这个 这这这 这是晚帘吗 不是您那晚帘跟仓库的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这这谁办这事儿啊是 追导会开始 乐队走乐 啵啵啵 葡萄片 没涂干净 他就吹了灯 你这哀乐里边也有葡萄瓶啊 艺术加工啊 你这不行 你哀乐怎么带棒子啊 紧接着你们团长制道词 我听他道词怎么制的 以代效行 藩帅余同志和我们拥别了 对我们王康长是唐山人 我们坏着尘毒的心情来叨怨他 嗯 藩帅余同志的一生是讲苦奋斗的一生 确实我这一辈子不容易 他从小就没有蝶麻 我爹妈结识极了 不是艺术加工啊 我艺术加工 看着为了钱啊 连爹妈都得大声啊 长大以后 他开始败食血液 哎 为了全身形投入香生师爷 嗯 一辈子没有娶媳妇 我这一辈子多冤呢 一直过着度神生活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他终于学会了一段香生 啊 又一段香生 一共两段 可他从来不叫妈 我叫什么呀 一共两段香生 出去扑头皮没妈的这个 这个藩帅余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们这些活的的人跟他没完 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 我当要批判了 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我为什么自杀啊 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啊 他名望高 成就大啊 自认为没有什么可继续追求的 特别是秋天到了 天亮呢 他自己也神神的敢到 蹦得不了几条了 我是个大骂子 所以自杀了 我至于吗 可有人怀疑是他傻 谁跟我这么大仇啊 因为我们在 在藩帅余同志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直跳 上写着五个字 写着什么 兔子 等着敲 我多得写过这个 这 饭老师这兔子是谁啊 他就是 我哪知道他 你说的你问我干嘛 据 藩帅余同志所在捷道局委会的积极分子 这么一个带红骨的小脚老太太向我们反映 你费劲不费劲呢 有一个喵林少女经常出入藩帅余的家中 看这意思我死了还得打花啊 她们关系密切 杰出频繁 有一天这个少女又来 这个藩帅余突然跪在地下向少女正式求婚 我去 我多大岁数向少女求婚哪 躲得最锐的都神呢 求偶行欠 我就没胡搞啊 一直过着都神生活不就盼这条呢 好 你少女哪干的 这藩帅余强行无礼 你搂着这个少女她又要哎 千万 这个少女在生怒之下轮远了 骗 给藩帅余一个打嘴巴 是得打 藩帅余手捂着财帮子俩眼发指 心里就想了 我想什么呢 这小八爪这肉头怎么就打以面呢 我整个老贱骨头 你少女打完她之后 你屋头就胖 行行 甭跑了甭跑了就到这了 不干了不干了 怎么了怎么又不干了 就不干了 你愿意找李文华你找李文华 你愿意找谁找谁找 不不不干不干不干 你把我写成整个一个老流氓啊 我告诉你 范老师 这书要不这么写 咱可卖不出去 卖出去卖不出去 不 我告诉你范老师 现在别说没人买 你 要不这么写 没人给咱出版发行 出不出 人家都承包都讲经济效益 你八十年代写点字没什么 我管不着 不 你要不让我写 眼看倒手那几万块钱 可就吹了 开到您家门口那蓝鸟车 掉头可就走了 嗯 在这说您银行存多少钱 两万 两万 两万块钱多吗 多是不多 就是这几万块钱 嘎嘣嘎嘣的心跳了 哎 怎么样 您怎么怎么干不干 干 这就对了 那干干可是干啊 那个稿费下来咱俩一人一半 我刚才可四五五五啊 怎么这么会儿 你又变了怎么回事这是 我有理由 有什么理由 我有理由 你几万块钱 我坐了这个蓝鸟车了 这没关系啊 你前面说我死了也不要急 你这书后边写这么些烂七八糟的 你会叫我老爸看见 他能跟我不生气吗 这个 你这你多给我两圈 到时候我把钱到这一炉他一乐 没事还是 不是大家您听着笑话 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 一会儿三一四十五孤六舅 最后您再来干妈 您说我不干妈 你才有干妈呢 我没有关系 你给我找干妈干嘛是 不是 我您亲戚理的 我做回全来了 我白忙活了 我白写了 没有 什么亲戚不给 硬损都不给 就到老伴这会儿 要行 你去接着写 不行咱去吹 您真的不多要了 不多要了 就一人一半了 一人一半 那行 我同意了 你接着写吧 我接着写啊 诶 范老师刚才我写到哪儿了 你一打岔我忘了 我写到哪儿了 您提醒我一下 谢谢 谢谢 你不就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打一个嘴巴 光打这本没打这本 我有点不过瘾 对 那少女打你个嘴巴之后 牛腿就跑 可是她黄不走路 一头撞在门框上 磕合了上嘴唇 到医院封了七八针 六线一道拔痕 狼眼看去就像一个 三半子嘴 大姐你想 这么漂亮的少女 落得这样的形象 心里能不恨范展鱼吗 所以到法院就把她告了 结果法院宣判 发范展鱼两千块钱 拘留十五天 范展鱼的心里能疯 所以兔子等着敲 这个兔子 范展鱼指的是不是 这个三半嘴的少女呢 范展鱼的子 跟这个少女 是不是有联系呢 也没联系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 借助公安部门 尽快折破此案 以高位救权之下的 范展鱼同志 以大笑行 范展鱼同志 安息吧 葡萄片 不不不不不不 这个追导会猜完了 诗的第一章写完了 是是是什么 你把我糟糕就这样了 第一章干完了 大铺头 这几个字能买多少钱呢 刚才不跟您说了 书是倒训的手法 我先写您的词 反过来 我再叙述您的过去 后边还有啊 多的精彩的全在后边 那后边你打算怎么写 后边 后边我要把您写的 满无边际 哦 不要为您写出 传世之笔 是 不要让人们看到 在您的身上 有笑行的拓点 要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 嗯 三十年代初 您的捧根艺术 就得到内外行的赞誉 被评为当时全国的 十大笑行之一 您的艺术才华 曾使得西方亿万富翁的女儿陶醉 多次来信表达她的情谊 您 表演的相声 曾让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处女 裸得喘不上气 公开发表声明 死活嫁给范仁月 八十五岁还是我干妈这个 您 有幸福 也有痛苦 为了金钱美女 为了探索百木大和金字塔的秘密 您自身闯入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赤手 空拳披荆斩 给予豺狼同行跟野猪同居 您隐姓埋名头戴黑色面具 跋山涉水远渡重阳周游世界各地 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 西班牙马德里美国华盛顿分兰荷尔信基 事业爱情地位荣誉 使您变得凤凤奠奠奠歇斯底里 您开始信仰西子乐崇拜莫索里 吹捧洞调营机四处游水过冲势力 组织赶死队潜入大连地区 走家喘呼妄图破坏大连市的计划声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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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的梦想使您寂寞孤独 亲人离开了你朋友疏远了你情人抛弃了你 抑或丧心病狂的强盗把黑手伸向了你 他们闯进您的家砸烂点冰箱报组 电视机倒回组合鬼搬走夜化器 对使您不能容忍的是 他们摧毁了您感情的场地 精神的寄托生活中唯一的伴侣 谁啊 一只灰下蛋的老母鸡啊 这一回回的冒险一回回的失败 一回回的坎坷一回回的碰壁 使您又认识了自己重新振奋了 说想生的勇气 经过一回回的奋斗一回回的努力 一回回的拼搏一回回的冲击 您终于掌握了吃葡萄葡萄葡萄皮 还是葡萄皮啊 虽然是葡萄皮 但您表演的是雅俗共赏的葡萄皮 幽默狠虚的葡萄皮 炉火纯青的葡萄皮 你你你我葡萄皮了 这么像葡萄皮 您书写出来要卖不出去怎么办 不可能 这本书这么写准卖得出去 万一要卖不出去呢 那也好呗 怎么办 您银行存多少钱 两万块 全背我 那书呢 背您呐 我呀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次大赛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 大连电视机场 大连电视台 大连市文联 辽联省曲协 大连钢厂联合协办的 下面请评委 为五号斗梗演员崔金泉亮分 九点九八分 九点九五分 九点九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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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点九七分 九点九七分 八分完毕 五号斗梗演员最后得分 九点九八分 谢谢大家